110深夜接到来电 报案者语出惊人 被害人身亡已久 嫌疑人却一语轻声 他们到底经历过什么 当天晚上到医院的话 就见不到杨 杨 杨只是在孩子医务里面抢教 孩子医务抢教 说不让人进去 父亲已故 母亲被捕 不满10岁的孩子 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实际上 他还是很关心孩子的情况 对孩子的影响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追回目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五股营养好周到 本节目由一路好周到 特约播出 有人说啊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 其实啊 很多家庭悲剧 往往就是因为人性的弱点的 这个急剧或者一时的冲动 所出现的结果 比如我们今天这个事里头的 这个家庭呢 虽然早就已经分崩离析了 可是离婚的夫妻仍然走向了一场 令人痛心不已的悲剧 事情是发生在2020年5月的一天 这天深夜 广西柳州的110呢 接到了一起报警电话 报警人呢 是一名女子 她自称姓杨 电话接通之后 她的声音很是镇静 可听清楚她所说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啊 接线的警员却大惊失色 人命关天 顾不上追问细节 警察立刻就展开了行动 他们根据电话当中杨某的叙述 问出了一个大概地址 一边迅速出警 一边就通知了120 不多时警察和医生都赶到了 女子所在的这个行凶地点 柳州当地的一所出租屋里 很明显这名女子就是之前打电话的那个杨某 而倒在他身边的男子呢 就是他所说的被害人 据调查被害人姓曾 此时呢早就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可是警察顾不上逮捕杨某 而是直接把杨某送上了救护车 因为杨某呢 已经是昏迷许久 生命垂危了 密闭的出租屋内 一人身死 一人报警之后服药自杀 只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 安静地躲在角落里 他叫小雨 是两个人的孩子 可是当警方问他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呢 小雨却说 当时爸爸妈妈激烈地争吵着 自个儿因为害怕 就躲进了被子里头 等外边没声响了 他才发现父母都倒在了地上 我去那里的时候 我没太注意他 我心里面真的很恐怖很恐怖的 我就觉得有点冷 我就老问他 我说你冷吗 他说不冷 但是他那个样子好像 没感觉一样 说话的这个人呢 就是杨某的姐姐 接到警方的通知 他就立即赶往现场 迎走了小雨 这个时候的小雨 虽然年纪不到十岁 可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 他甚至都没有哭泣 仿佛对于父母的互相伤害 已经习以为常 没有人知道他经历过什么 又或许他的眼泪 倒在很久之前 就已经不甘了 可是面对这个孩子 警方不忍多问 他们只能留守在医院里头 时刻关注着嫌疑人 杨某的抢救情况 经过医生诊断 杨某的情况非常危险 看到妹妹躺在手术室里头 杨某的姐姐更是悲伤不已 医院的医生说 他可能舍得过来了 虽然希望渺茫 但是大家都没有放弃 换了身上的血 那个医生讲 换了几十次 他讲他活过来是起一起 医院的救世在持续 但是杨某的情况 一时并没有什么起色 重症监护室里的每一天 对他的家人来说 都是巨大的负担 医生就天天叫我 交钱一天一万二 然后实际上没办法 我就讲 问他能不能活过来 起不过来 你看我头发都掉光了 现在的感觉是 马上都睡不着觉 杨某是幸运的 他有着非常爱他的家人 哪怕是举债 也要为他缴纳高昂的治疗费用 可是杨某自个呢 他却用最极端的方式 伤害着自己和家人 万幸的是 2020年6月8号 杨某在昏迷了12天之后 终于恢复了意识 我第一时间见到他 他就说 我不想杀了 我不想杀了 他可能是比较抗拒一点 发生这种情况 那以后 他自己心里面 他也可能也后悔 也害怕 俗话说 意识足成千古恨 杨某清醒过来之后 追悔莫及 但是另外一方面 杨某虽然说不想杀人 但是根据现场物证的鉴定 被害者曾某的死因 是胸腹部被锐气刺激 足足有20多刀 显然他对被害人 有着极强的恨意 究竟是什么仇什么怨呢 在警方的询问之下 他说起了自己和曾某的事 据杨某说 被害人曾某是他的前夫 两个人相识于2009年 那个时候他29岁 而曾某42岁 因为他觉得曾某对他非常好 所以就不顾家人的反对 辞了工作跟曾某结了婚 可谁知道安稳的日子 没过多久 小孩刚生下来 杨某就发现 这曾某竟然是个恶习累累的人 就喝酒就会乱堵堵了 就酥酥了 就为了发脾气弄 我要钱 如果不给他就大吵大闹 那时候小孩还在月子里面 他说就回来问我妹拿钱 我妹不给他 他把小孩举起来 他讲你不给500块钱给我 我们就把小孩丢下来 然后我们就乖乖地给钱给他 半夜抱小孩就抱我家 曾某的暴力从这个时候开始 就可以看出来了 照理来说 遇到这样的男人 就应该赶紧跑路 可是杨某却说 这些他竟然都默默地忍下来了 而这之后 曾某就开始变本加厉 家暴开始了 从这份报警记录呢 就可以想象当时的恐怖情景 可是杨某对于家暴的态度 却是只希望老公别当着孩子的面打他 怕给孩子留下心里印象 有时他打我 所以我也是这样 他在房间厂我就会拉到大厅 他大厅打我 要打完了 有时候他就会舒服一点 说到这儿 您可能会说了 杨某也太没底线了 都被丈夫亲友到这个份上了 为什么还不离婚呢 可杨某也有着自个儿的苦衷 一方面他没有收入 又要照顾孩子 如果离婚的话 他觉得自己很难独立生活 而且儿子也不能没有父亲 另外一方面呢 他是个好面子的人 离婚对于他来说 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他并不想把自己的家庭悲剧 公之于众 更不想让孩子跟着难堪 所以无论丈夫怎么对他 他总是咬碎了牙 往肚子里吞 一个人默默地承担着 甚至从来都没有对外人说起过 其实我妹以前没嫁人的时候 他很善良很善良的那一种 但是他自从他嫁了这个男人以后 他也变了好多 变得什么都是不爱假 不想别人知道 他嫁的事情 男人 杨某并不知道 一时的爱面子和沉默隐忍 会在将来给自己带来多少隐患 当然了 这是后话了 在争吵和泪水当中 杨某坚持了将近十年 终于在2019年 她还是跟丈夫协议离婚了 离婚是好事 母子俩终于可以从获新生了 可是为什么后来还会发生那样的悲剧呢 这或许还是跟杨某的选择有关 离婚之后 儿子小宇跟母亲一起生活 两个人租住在孩子学校附近的 一个十平米左右的房子里头 一个月的租金是四百元 了解到 他自己也没有去哪里打工 可能也就是每个月 问他 他实在要人钱过身 也许是脱离社会太久了 也许是因为有个孩子需要照顾 离婚之后的杨某仍然没有工作 为了维持生活 他只能跟曾某要孩子的抚养费 我说你每个月给我一千块钱抚养费 有点他说当时他写 他说好 就给了几次 都没有给到完 有一次给了一千 有两次给了一千 后来有两次给了七百 后来就每个 有一次拿九百给到我儿子手上 后来没有给过了 到这会儿我们也不得不感叹一句了 人还是贵在自立 虽然说曾某给抚养费也是应该的 但是杨某把所有的经济来源 都寄托在那一点抚养费上 这就必然会为自己的生活造成隐患 爸爸和妈妈经常吵架吗 经常吵架 他们为什么吵架你记得呢 好像是为了什么抚养费 什么的 因为我爸只给过我几次抚养费 爸爸有没有跟你提过这事 他为什么不给你 没有 婚礼了 杨某的日子越来越难 可是曾某却开始了新生活 甚至还交起了新女友 这就让杨某更加的愤愤不平 为此呢 他还和曾某的女友起过冲突 原来杨某发现曾某一边说自己没钱 各种拖欠孩子的抚养费 另外一方面呢 却经常给自己的新女友转账汇款 这就让本来就觉得委屈孩子的杨某 实在难以忍受 婚礼了 杨某摆脱了曾某的家暴和恶习 可是他并没有走出前夫的阴影 一方面呢 在经济上他不能自立 离开了前夫的抚养费 他甚至都无法生活 而从另外一方面呢 也就是在精神上 他的赌气和不甘 也让前夫的形象 在他心里都挥之不去 就这样 杨某一次次的找前夫纠缠 日急月累 他的怨气是越来越大 直到案发那一天 据杨某回忆 那个时候呢 杨某跟前夫曾某已经离婚一年了 那天晚上是前夫曾某约自个儿见面的 说是要把欠自己的抚养费拿给他 于是他就欢天喜地的去了 可刚跟前夫见面没一会儿 两个人又发生了口叫 争吵的原因也不复杂 杨某说呢 曾某突然反悔 不想给抚养费了 他气不过 就跟曾某吵起来了 杨某表示 那天他自己也喝了酒 再加上曾某逼人太甚 晚日的这个疾愿 就这么涌上心头了 冲动之下 悲剧发生了 再之后 他是既害怕又后悔 想到这个事的后果之后呢 他就有了轻生的念头 2020年8月 柳州市公安局柳南分局 以杨某涉嫌故意杀人队 向检察机关移交了案件 考虑到杨某的家庭情况 检察机关专门为他找了 这个法律援助律师 经过初步审查 认定他是一个故意杀人的犯罪 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 而且被告人呢 也没有委托辩护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5条 以及人民检察院 刑事诉讼规则第42条的规定 我们书面通知了 法律援助机构 指派律师 想跟柳州市法律援助中心 和这个看守所 一直都建立了 指派律师制度 对这个可能判处 无期徒刑事件以上的 这个犯罪嫌疑人 我们及时给予法律援助 事实上办案单位之所以 如此快速地为杨某 找到法律援助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考虑到杨某的孩子 小雨 了解到这个犯罪行政的儿子 还只有不到10岁 所以我们相继指定的 这个援助律师 之前我们也说过 杨某加害前夫的时候 小雨就在现场 虽然警察到来的时候 小雨说自个人蒙在被子里 并没有亲眼目睹 可是她毕竟也有10岁了 让一个孩子亲历这样的人伦惨剧 所有的人的心里头都不好受 因此对杨某进行法律援助 既是对她个人权益的合法维护 也是对小雨的保护 得知小雨的情况 两位律师对这个案子很是重视 他们一边着手帮助杨某 安顿儿子 另外一边则努力地 为她搜集家暴的相关证据 也是希望能在法定的这个范围内 能够帮她减轻 重轻 如果是在家庭暴力这一块 能够收集到相关证据 那么是对于她的量刑来说 是会有一些好的一些结果 三厘米也有一处 具体看一下 那么我们通过案件来看 她也只有唯一的一次报警记录 原住律师发现 虽然杨某在2020年1月 曾经报警说被家暴了 但是她最后却接受了调解 并没有让警方立案 这就导致她口中的家暴 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按照杨某的说法 爱面子是她撤诉的最大的理由 她就是想让大家觉得 她过得还不错 但是这个举动呢 却让自己失去了被家暴 唯一切实的证据 明明是她出轨 我们离得婚 和她赌钱 可是我什么也拿不出 所以我来自于我很痛苦 在看众所里呢 杨某陷入了绝望之中 没有其他的证据 故意杀人是可能要判死刑的 然而此时警方和原住律师的调查 还在继续 杨某最终的处刑结果会怎么样呢 另外一方面杨某心中始终放弃不下的 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她儿子小雨 对于小雨来讲 一夜之间她失去了父亲 母亲也不能陪在身边 不到十岁的她 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呢 五股银行好周到 本节目由银路好周到 特约播出 刚才说到的犯罪嫌疑人杨某 加害前夫之后声称 自己呢曾经多次被前夫家暴 但是他却只有一次报警记录 而且他还撤诉误了 这显然不足以构成充分证据 那么最终的判决会是怎样呢 最后广西壮族设置区 柳州市中纪人员法院 对杨某一案开一庭进行了生理 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就是他持尖刀 就是说被害人二十多刀 是刺除要害部位 所以他的行为 就是说故意剥夺 被害人生命的故意是很明显的 也是采取了这样的行为 法官认为杨某故意杀人的意图 无法否认 但是援助律师们也给出了一些 酌情轻判的理由 综合考虑之后 法院做出了判决 当时也存在一个被害人有过错 然后被告人有自首警戒 而且本案也是因为感情纠葛 有这些因素 所以我们是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是无期徒刑 剥夺真正权利终身 法律是公平公正的 触犯法律就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杨某的遭遇当中确实有一些令人同情的部分 但是说到底 这样的结果还是他自个儿造成的 家庭当中但凡出现了暴力行为 如果受害方不采取措施 往往就会形成持续的暴力 可是杨某却不懂得运用正确的法律手段 维护自身的权益 他先是一忍再忍 最后更是采用极端的手段 最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确实令人唏嘘 事已至此杨某即将入狱 那他的儿子怎么办呢 这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今后又将在哪里安身呢 对于小宇这个事 马洛律师也是很关心的 这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今后又将在哪里安身呢 毕竟父亲不在了 母亲又是这种情况 就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不能陪伴在他身边 所以他就也是希望孩子能够由他代理 就是他姐帮忙代 按照杨某的要求 洛律师联系了他的姐姐 万幸的是杨某的姐姐愿意接下这个重担 但是面对小宇的状态 他表示非常担心 虽然他已经推掉了工作 天天陪着外甥 可是小宇却好像是变了一个人 什么话都不肯说 我经常问他 我说你跟姨妈在一起 你没有什么想法 是想妈妈了 还是说在没地方去 在姨妈这里留着 你觉得难受 他说没有 我说难受没事 他说没有 所以有时候 我就哈哈他 有什么东西不讲出来 别在心灵里更糟糕 实际上早在杨某进入看守所的时候 洛律师他们就帮助小宇办理了转学手续 后来得知小宇的情况 他们更是请来了专业人员跟小宇沟通 终于在多方努力之下 小宇的状况有了好转 他渐渐适应了新的学校 新的班级 成绩也开始稳步上升了 他对姨妈敞开了心情 新的同老会说 我是你们家的男子汉 我说对 我说我们家唯一的男人就是你的 其实非常好 杨某即将被转送去监狱 而洛律师他们也专门去看望了他 并且给他播放了 儿子小宇所录制的视频 妈妈我想你了 我的成绩在八十和七十之间 在这边和同学相处很好 姨妈对我很好 妈妈你在里面好好改造 我们等你回来 让人欣慰的是 这个时候的小宇已经开始跟着姨妈 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并且找到了自己的愤怒目标 我想当律师 为什么 因为我想像洛律师那样 小宇是幸运的 众人的爱心和关心让这场悲剧 没有为她的童年制造出更多的阴霾 法律的种子已经在她的生活当中生根发芽 这必将成为这个孩子今后健康成长最有力的保障 如果杨某能够早日学会运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又怎么会发生这么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有问题找法律 当侵害真的发生的时候 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面子 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 更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 而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 到最后追悔默契 五股营养好周到 感谢您收看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后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欢迎订阅